今天治流风北宜加上新南风季风影响 全台各地降雨都非常的明显 很一天状况要请气象局带我们了解 像目前台湾上空属于比较绿色黄色的区块 有下雨但是下雨的情况并不是这么明显 并不是这么的强 比较强的地方在台湾东部海面 因此今天气象局持续针对绿岛来雨 发布大雨特报 尤其在这附近海面的作业船只 还是要特别注意这种强降雨带来的影响 此外在台湾海峡这边 因为新南风的影响之下 下雨的情况也是比较明显 海上作业船只一定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么今天预估整体的降雨情况 我们从定量降水豹图上面可以看到 各地从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降雨的情况 还是比较全面 各地都还是会有局部短降雨的情况 中午过后可能在山区还是要注意 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出现 整体降雨是慢慢的趋缓下来的时间 在今天晚上以后 晚上之后可以看到整体的降雨量度 相对来说是比较缓和 都是比较局部零星一点的情形 而至于明天的降雨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 一如刚刚前面提到的 清晨夜晚在中南部地区 可能还是因为受到新南风的影响之下 会有些局部降雨出现的情形 中午过后要留意很 就是在山区 东北部地区 下雨的情况比较明显 而我们预估 从明天开始到未来这一周来说的话 这样的情况蛮类似的 主要就是在清晨夜晚的时候 中南部地区会有些下雨的情况 比较局部零星 跟过去的相比的雨势 没有那么明显 下雨的时间也没有这么的长 不过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至于温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各地的温度 大概31到33度还特别的高 但明天来说温度开始明显的升高 尤其未来可能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在大台北地区 中南部的近内陆地区 跟花东重谷地区 这些地方温度可能相对来说 都特别的高一点点 尤其在周一到周三这段时间 要特别注意这些地区 可能都会有局部高温出现的机会 甚至在东南部地区 都会有分风发生的情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为大家做整洁 今天来说各地天气 还是比较不稳定 不过这样的趋势 在晚上之后慢慢趋缓下来 未来在周一到周三的时候 花东重谷 中南部内陆地区 跟大台北地区 可能要注意会有局部高温出现的机会 以上是今天上午最新的气象资讯